三代帝王师王滬林在二十大上留任常委 而李克强汪洋出局 被胡锦涛选为储君培养的胡春华也没人进入政治局 而胡锦涛则更惨被党场给嫁了出去 在胡锦涛被嫁的过程中 栗战书曾一度站起来想劝说 但被王滬林拍了一下阻止了他 王滬林为何要阻止栗战书呢 因为他和习近平早已制定了老人发烂式的应对预案 就是借机羞辱展现习近平的权势 但王滬林毕竟是有文化的人 不同于盲横没有文化的习近平 况且他也曾为胡锦涛工作过 他能够继续为习近平服务 至少少不了啊胡锦涛的推荐 为此王滬林会如此无情无意呢 这说明啊王滬林已经跟习近平捆绑在一起 而且对习的霸道蛮横是心悦臣服的 由于王滬林为常委 他不同于没有权力的郭摩洛 一介无德的文人 只能说王滬林就是中国的戈培尔 是一个另称心狠手辣之人 但各位可知 王滬林两次入场实为凶险 但这杯苦酒啊 也只有他自己喝了 为什么 且听我道来 第一 王滬林已经成为中国的戈培尔 大家知道 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纳粹党所进的书焚烧 他对德国媒体艺术 讯息的极权控制随之开始 戈培尔直到最后的一刻 还始终陪伴在希特勒的身边 在希特勒自杀不久后 戈培尔在毒杀了自己六个孩子后 随即自杀 王滬林为三代领导人编制自国方略 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官 和习近平的中国梦 但这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官 都带有一定的普世价值的意思 美国不就代表着先进文化吗 先进生产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吗 科学发展官更是具有普世性 发展吧 当然要讲科学 发展不能野蛮发展 和掠夺式发展 但习近平的中国梦就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但问题是 中华民族正因为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 而不能复兴 这两个道上的马 又如何能同富与恶人 并驾齐驱呢 其次 习近平的思想是党领导一切 是从邓小平后极权主义 走到新极权主义 是政治倒退 习近平党王沪林再次入场的真正目的 就是把王沪林 这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绑上他的极权主义战车 用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 用知识反对知识 或许习近平拿王沪林路长的轨迹 来自王沪林的书 美国反对美国 第二 王沪林遇上了两个相互冲突的新时代 王沪林为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 编造了一个新词 叫中国式现代化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呢 邓宇文先生指出 用报告的话说 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坚持中共的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发展全过程民主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促进人和自然 和谐共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但从习所指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和要求看 这个提法是新的 可对他的认述啊 一点也不新鲜 都是中共以往的认述 现在把它打包 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名下 重新擦粉模子 因此属于旧瓶装新酒 中国式现代化 最本质的一点 就是要共产党啊 永久指正 要在共产党的领导化 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 所以它有两个关键点 一 这个现代化是中共领导的 二 这个现代化的性质 是社会主义的 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但看懂习近平的新时代 我们必须透过他美好和雄心勃勃的话语 结合中共执政73年的历史 和2012年习上海以来的言行进行剖析 习的新时代就是要用反复 重拾民心排斥义气 用压制舆论 重夺思想阵地的话语权 同时在中共的控制下 实现有限的司法公正 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 允许有限的市场化改革 简单的说习近平的新时代 就是一个党中共 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核心习核心 一个思想习近平思想 一个统治党领导一切 一个目的确保红色江山 所以他的新时代实质就是极权主义时代 习近平的极权主义 与毛泽东的极权主义 同样是想挽救中共 同样具有引领世界的野心 但习近平并非要消灭私有制 也不愿打碎现有的官僚体制 更不愿动员群众造反 而是通过所谓的反腐 以斯大林党内清洗的方式 清除意气 习近平的极权主义 是中国历经40年改革开放后 最严重的政治倒退 他不仅违背了人民的意愿 而且严重背离世界文明的潮流 但中国人民也要走进新时代 却是另一个新时代 那就是宪政民主时代 也要画一个圆满的圈 那就是中国百年未圆的民主共和梦想 第三 王沪林能够分裂 根据陈宇王沪林相处四年夏明教授所言 王沪林是一个低调 谨慎 有独立思想的学者 他对西方经典有过认真的研究 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 政府体系依据一定的历史 社会 文化条件产生 从殖民如意代写的暴力 到新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200多年的发展 形成了西方中心论逻辑 他相信21世纪的曙光 已经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 那是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社会 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和理想选择的发展道路 1991年他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说 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是建筑在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 他是明显输给一个集体主义 妄魔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 他似乎毫不怀疑地认为 中国体认的这种集体权威体制将战胜美国民主体制 从王沪林的学术思想 我们看到了孟德斯丘的环境气候地缘决定认 不单的国家君主绝对主权思想 和孔德的秩序和进步 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他的影响 王沪林也是一个精明的学者 他知道如何整合资源 将自己的学识卖给帝王家 他已经被绑上了习近平的战车 也只能成为戈佩尔的人物 成为诅咒为劣的人物 为世人不辞 王沪林如被习近平抛弃 他的命运将十分的悲惨 因为习近平是宁可我负天下人 也不可天下人负我的主 赞美东方威权主义的王沪林 最终将会被东方极权主义的战车 列为积分 这就是中共政治 习近平的极权主义 与毛泽东一样 是一个日夜不停的胶肉机 第四 王沪林命运将和悲惨 王沪林曾写道 从本行来说 我喜欢做理论研究 我的长相是政治哲学 对此一项念之再之 但在中国变革的大氛围中 终究按捺补助 受外界热烈运动的赶招 动手写起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 我写此类文章 完全受变革时代的呼召 逐渐的悟出了责任 良心和向往 应该说 没有变革的洪流 便没有他们 他所指的变革洪流是什么呢 应该说指的就是改革开放 但他现在却帮助习近平 终结了邓霞平的改革开放 他还认识到那个变革的洪流 还有那一份激情吗 习近平出访 王沪林陪伴左右 对习而言 他需要王沪林 一是他长期研究国内外政治形势 又是习主要政策的提出人 随时做治郎提供意见 二是他出访 演讲是重要的环节 需要王沪林出主意和运设 王沪林当然知道半军奴半虎的道理 但形势比人强啊 中共二十党本是王沪林退出江湖的最后一次机会 回归苏栽是他最后的选择 但他已经揽上权力的乘客 难以自拔 所以他不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 而是一个利益熏心的官僚 和戈培尔式的党棍和偏执狂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 往往具有事与引 入市与出市两面性 一方面入市追求公民 另一方面出市 时刻向着功臣身退 急流永退 所以说习近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他自己就变成了权力的努力 他开始多译猜测 听不进任何利尔的意见 陈伯达的秘语 或许就是王沪林未来的宿命 尽管在个人成就上 王沪林远远比不上陈伯达 1943年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 陶锡胜代文起草出版了 《中国之秘语》一书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 写出了凭蒋介石先生 《中国之命运》一文 全文对《中国之命运》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 中共建政后 他又写下了 任毛泽东思想 和毛泽东任中国革命 惨入起草了共同纲领 和中国的宪法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和论识大关系 周来评价说 陈伯达是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 1966年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陈伯达当选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 毛让他担任 文革小组的组长 1969年 在中共九大 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排名在毛泽东林彪之后 位于康生之前 1970年 在中共九大二中全会上 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并失去了人生质疑 1972年7月 陈伯达被打倒 1981年 被列为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 被判处 有期徒刑18年 王沪林的命运会如何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这杯苦酒啊 也只能让他自己喝了 还不一定的 最后是 赵华 八章 中央 大头 氏